我们今天选河园的一个计划里面 希望会对我们的 在大家的建设之下 正是来参与民主参与的网路政策设计 同样看到南岛的观众上级 就要帮助全台湾的第一个政策设计 让达者可以通过网路北台 严重每一个国家 那透过这样一个计划 我们就可以成功地达到包括游客 我们的地带商 我们的民族组员 甚至于到我们工部门这边的一个配额 可以达到三营到多营的一个局面 那平时啊 就没什么住宿力恐慌力相当高 如果我们特好 这个产业整个云 可以把平时国外的这些观光客 把它吸引引导 到我们平时的民室来担 但相信我们民室会做的收入 会更加让我们的经济收入更好 南岛的民宿管控 学会理事长也表示 未来刚才建立国家新网路以外 也会设计民宿管理办公室 而且就是说不用一直在接电话订访这件事情上面 南岛的好酸好水 快很多观光客 学会希望 跟上民宿业这些政策以后 可以有更大的双握 计划除此之外 还要把游客多留几天在南头 做一个更深度的一个旅游跟旅行 那这样子才能够把整个观光产值给拉高 那我们也会在未来配合着我们的林明珍林县长的一个 观光首都的方向 然后把民宿产业给成功的推出去 那么我想这个计划 实行一半时间之后 看它的成效如何 如果成效非常的优良 民宿也都很认同的话 我们再鼓励资车会 还有工业籍继续 明年都要来办这个活动 这个计划来继续推动 目前已经有超过一百件的民宿加入计划 管理民进也表示 希望找到这个机会 会等为南岛 进入多数的国际观光客 以上是我们的彩虹报道 我们的彩虹报道